真眼钓鱼 玩一把莫菲特 我看他想带个TP我以为他打上呢 嗯?我被他卡住了 而且我说他怎么走到一半没动呢 还想带着鑰子 有了 有了 负责 他有点换 消耗一套,待会卡溜直接给他秒 直接耗玄,再杀他 这个顶目遮住 这个实际度 这个水 然后再一块 韩姜 这个条件 很简直 这个条件 这些城� 里面,三公里 这个条件 凯隐也死了 那可以愉快再吃塔皮了 下两个没血创下就死了 他们打野应该也在下吧 我来了我来了 来装丢啊 这装塔快爆了 我们不交大的卡他会欢的 他会自己丢飞镖子 先把他匕首拳剪完 等他一交完再杀他 你大直接捏在手里面 威慑力很足 7级开银 这镰刀发电机这个点 是时候能爆发最高的时候 多去搞对面 再Q一下半管血就没了 这一件生营业就好了 带我一起带我一起 死了 带我一起不就有了吗 真眼钓鱼 真眼钓鱼 他现在可以带人的 谁说不能带 只是小技能带不了 没想到吧 这带我说云玩家的自己云了 等一波大来 他肯定以为我大交过了 因为我们把对面下路杀了 再等一波大来 我们镰刀好得很快 这个大招 等下先秒鹿鹿 先Q消化鹿鹿 偏个技能 整个大他死了 他咋就不交技的呢 别拖加快一下节奏 在AP时候 中期很厉害 后期的一般般 这就是我们最厉害的时候 对方开始买魔看了 直接法庄办 不要起书 你只要起书死一波 你就发现你彻底杀不了人 先把法庄办买了 再看这个情况 你只要买书 你死一波 对面买个魔看 你就瞄不了他 一定要有法庄办先买 然后再看情况买这个书 所以我们特别怕对面堆魔看的 你出书能秒人 你出法庄办一样能秒 你出法庄办一样能秒 当你出法庄办能秒人 你买书就不一定了 那这波感觉 这回去可以买 这戒指没掉 法庄办也出了 最后再来个帽子好了 正常来讲的话 出个金身比较好 这把太顺了 他把一焦了那他死了 点一下 他妈的再多一点血就好了 我这波走位已经很秀了 没这个露露我也走了 这露露给他加了个盾减速了 我打了点伤害 不买出其实感觉也没啥事儿 我身上还有个700在呢 这就让我升一波16来 三级压很关键这波 让我康康 好 回家说帽子了 直接一千发现 我一个Q对面就惨了 700 W500多 一七百多 二的话一千多 小美人鱼 大美人鱼 大美人鱼 这永恶伤害蛮高的他 别玩卡特了 这卡特他有什么错 他只是碰到了聪明的莫菲特 这个人他是专业玩卡特的 卡特绝活哥 只是他碰到了 碰到了我们 累哦 宁赞 码 看到 いた 我们下ículo plea 温 melt